这家饭店里有一个可爱的白右手服务生 但请注意他是个男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心理变态的男孩子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呢 名字叫做The Diner 餐厅 一个小餐厅 屏幕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这是一个男孩子 他是这个餐厅的服务员 那当然这个游戏呢 是属于我们这个老传统了 看上去非常可爱 实际上呢出乎意料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开始游戏吧 我来到这个餐厅吃饭 然后在这个客人的名单上写了名字 名字还要自己写吗 那就叫Dio吧 叫Dio啊 这个Dio它看上去怎么有点像OIO 每次我拿到薪水的时候 就会找个地方大吃一顿啊 那今天找到了一个小餐厅 是一家开了几个月的新餐厅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来看一下 这边虽然很小 但是装修的很好 应该是把钱花在了装修上了 来看一下这边的菜单 这边的选择不是很多 我想要点菜 这个点菜难道也要我自己写吗 这个 那我吃一个什么比较好呢 我觉得吃一个鸡 可能会比较好啊 鸡 因为鸡吃了很美 鸡的味道很美啊 好 大家看这个服务员 跟我们主舰面上长得一模一样啊 就是有点白又瘦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它是个男孩子 我先给大家说明 它是个男孩子啊 它看上去又年轻又矮 但是呢 它应该是成年人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现在有三个选项 它可能是跟后面的结局有关 我们如果说想看全结局的话 我们就选第一个 但是后面这两句话说起来明显更动听一点 然后我们就选一个普通的吧 第一个吧 来我吃鸡 它给我上菜 几分钟之后 回来了 它说厨房出了点问题 我的食物可能要耽误了 然后呢 它想跟我聊天 打发一下时间 行 那今天晚上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是吗 你问这个问题是想干嘛 我现在有三个选项啊 第一个选项就是我最近都没有人陪我吃 第二个选项呢 是我本来有人吃 结果取消了 第三个就是我自己更愿意一个人吃饭 这三个选项可能也是对应了不同的结局的 就选一个我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吃吧 他说听起来很孤独啊 他的名字叫阿卡诺 好像阿卡诺啊 嗯 他想跟我做朋友吗 问一下你在这边多久了 自从他19岁 这家店开始 他就一直在这工作 然后他停下来了 怎么了呀 嗯 有人在叫他 对呀 你一个服务员就怎么 跑去跟客人聊天了呀 好 你看这下被老板抓到了吧 这可不关我的事情啊 好 一个special chicken for you 一个特殊的鸡 那现在我们有两个选项问他 我们先存个档吧 我们问他下班后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吧 我们下班后一起去耍一下 他说他很忙 他竟然拒绝我啊 好 吃完饭了 现在不知道该去哪儿 这时候有人拍了一下我 他跟我准备好走了吗 我说去哪儿啊 啊 他告诉我去哪儿 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意思 那我保持沉默 他直接用拳头打我呀 怎么了 这这不是个小孩吗 他怎么还打人呢 这家长教的不太好啊 我好像是动不了了 我被绑住了 没事吧 没事就是溜溜美 怎么回事啊 怎么 我现在都被绑住了 我当然害怕了 你是绑架了我吗 你这个神经病 你是神经病啊 你怎么不生气啊 他曾经被说过很多次吧 也许是 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 然后我们就开始 开始什么呀 怎么拿出一把大菜刀来 他特地给我买的一把大菜刀啊 哎呀怎么办 住手 但是我感觉 这种让他住手 他也不可能住手啊 这种变态 你越让他住手 他越兴奋 那我干脆就 我不 可以尖叫 可以不尖叫 我为了不让他兴奋 我决定 不尖叫啊 他肯定就是想听我的尖叫 我已经开始哭了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这么做呀 你怎么会如此的美丽啊 他切掉了我的胶带 然后推了我一把 他要全部看一下 他骑在了我身上 这是一个bad end 这个结局叫做阿卡诺看到了一切啊 那这个游戏呢肯定是有多个结局 我怎么打了个坏结局出来啊 他说他看到了全部 我也不知道他是说看到什么了 好 这次呢我们来夸他一句 我说你有点可爱哟 我现在已经知道他是个变态了 但是我还夸他可爱啊 那这边的话我们对话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果然就是厨房出了问题 他又说现在没有人晚上陪我吃饭 这次我选择第二个吧 我做了个计划 但是我取消了 我是不想一个人来的 还是这句话啊 听起来有点孤独 那这边的对话都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选项呢 下班之后要不要喝杯咖啡 我们还是选这个喝杯咖啡啊 然后下班之后呢 我来到了这个什么店里面 这不是什么咖啡店啊 但是他还是想把我带走 这次我还是选择保持沉默 这种变态 我也不知道他最后会做什么 他我害不害怕 我还好 I'm OK 他说你我都很无聊 接下来又开始了 又要搞我是吧 等等 这次我们选等等啊 之前让他助手 他不可能助手的 这次我们还是不能尖叫啊 你尖叫的话他就兴奋了 我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他一次一次的割我的肉啊 我又开始哭了 我怎么会遭遇到这种事情嘛 但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 他把刀扔掉了 你想要一个答案吗 是啊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对 错的不是我 而是这个世界 而是这个变态啊 他就这样走了 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好累啊 然后我就闭上了眼睛 那现在的话 我是准备睡觉了啊 我半夜醒了过来 楼下很安静 阿卡诺是睡着了吗 这个名字像是一个日本名字啊 我的目光落在另一边的木柜子上 是不是这个木柜子啊 这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好久没吃东西了 很饿 所以我希望里面有点东西啊 现在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检查这个柜子 另一个是我们回去睡觉啊 存个档 当然我们首先选择这个检查柜子啊 我现在手是被绑住的 我要先打破我的束缚 然后再去看一下那个柜子里面有什么 然后我开始尽力的拉开手腕啊 然后应该是拉开了 听到一个撕裂的声音 然后走向了这个柜子 这里面有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有五把刀 然后每把刀上面还写着有日期啊 我好像已经猜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应该说这个日期 就是他杀了其他人之后 留在这里的啊 然后每次杀人的时候 这个日期就刻在刀上面 对 这些日期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时候突然门响了吗 他回来了 咋了 我知道 你把我绑架到这个地方的 他在楼下是吧 他能听到我的脚步的声音 我的fat step啊 我那种重重的脚步声 怎么了 他问我要不要加入这几把刀里面啊 他意思是想干掉我之后 然后把我的日期也写上去 里面装满了刀啊 哦 我可以拿一把刀或者逃跑 那我拿一把刀是不是就可以反杀它了呀 对 有了武器 这个游戏就不再是恐怖游戏了 好 我拿一把刀 我拿着这把2303的刀 你这个混蛋可不是今天 今天你休想动我啊 然后我现在可以拿刀跟他搞起来是吧 刀子划破了他的喉咙 哦 you what are you doing 你是 你是不是 哦 我在doing一个好事啊 哦 那看来我把它干掉了 我都有点麻木了啊 就好像我以前做了无数次这种事情一样 是时候离开这个fucking house了 这是一个好结局 我保护了我自己 这个结局我得到了一个好结局 有5个结局 你能把它们全部找出来吗 这现在都有提示了 有5个结局 那刚才这个地方我们不拿刀逃跑的话 可能又是另一个结局啊 我不拿刀我冲向门口 但是我被阻止了 你是不是IQ下降了呀 智商下降了呀 又捅我 他把刀捅进我的肚子扭曲了他 哦 我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我摔倒在地上视线变黑了 还是要拿刀啊 你自己跑的话怎么跑得掉呢 他的地盘我们只能选择反杀 这是一个坏结局 哇我成了最后一把刀第6把刀 但是我上面没写日期耶 成了他的一个收藏品 那我之前还有一个存档 是这个存档 我们可以检查柜子也可以回去睡觉 那回去睡觉的话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结局啊 那我这次就不检查柜子了 虽然这个地方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决定在这边小睡一觉 睡一下吧 感觉怪怪的 我被一阵头上的剧痛吵醒了 不会是你又在砍我的头吧 我去 怎么了 what the hell 躺我睡得好不好 我这晚上我怎么可能睡得好吗 你让我睡到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 从楼下来听的话 我睡得很peaceful耶 像一只可爱的兔子一样睡 唉 他要结束这一切了 他说我很讨厌很无聊 他想要看一下我流什么颜色的血 然后他开始又砍我 你怎么什么都是借口啊 你要砍我 你就各种借口都找得出来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他在我皮肤上砍出了新的伤口 又一次啊 一遍一遍的砍 oh fuck stop 接下来又骑到我的身上了 让我的头猛烈的撞向地板 那我这个结局又被他干掉了 他割断了我的喉咙 也就是说我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救我了 破喉咙 破喉咙 也没人救我 这个结局是 阿卡诺 这是什么呀 他满足了吗 好 那我去研究了一下呢 这个游戏呢还有一个真结局 他跟那个好结局前面选择的选项不是同一个路线 但是也很相似了 就有时候是一念之差 这次啊我们同样是来到这个柜子旁边检查他的那几把刀子 但是上次我们是看到一半 他就冲进来了啊 那这次呢 这次我可以继续思考了 上次我没来得及思考就被他抓住了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就是这个日期之间啊 他随时都可能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不需要站在这个地方 在这好奇 我应该是躺在我的被子里面 然后看完了这些刀之后 我还可以继续睡觉 他来了 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 这一段的话跟那个睡觉的结局好像有点像啊 他说我睡得很安详 就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一样安详 他看了我空空的手怎么了 我的那个胶带被我撕开了啊 然后他掏出了另一个黑色的胶带又把我绑住了 但这次呢绑得稍微松一些 这柜子里面是什么呀 他在犹豫吗 他是想干不干掉我呀 我是不是问到了他的什么痛点呢 他那几把刀肯定是他杀的人 我知道了他的真相 就像他的收藏以爱好一样啊 对我就知道 用刀杀死别人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放在他这个柜子里面 收藏这些刀 因为尸体会腐烂 刀还不会腐烂的 他也许是想让人找到他 所以没给这个柜子上锁 那是什么下面有什么东西吗 我一条狗 他还养狗呢 你还真是有爱心 他现在有两个选择 我问一下 那那个三月份发生了什么故事啊 为什么中间隔得有这么久呢 然后他玩弄着他的手指 一般来说这种是有点犹豫啊 他还是带了人 但是那个人可以离开吗 他还是把那个女孩子捅了 这样他就永远不会离开 但说到一半 他突然不说了 哦 他还是死了吗 我不想埋他 我把他扔到了河里 那你还不如把他埋了呢 哦 他是希望有人可以找到他 我以为他是想隐藏 他我懂不懂 你其实我不懂 但是我假装我是你朋友吧 我假装我是懂你的啊 哦 好的 我很懂你 因为我也是变态 他的狗很大声 然后他就走了 他去爱抚他的狗子了吧 今天都没有捅我 他是说的谁呢 是另一个受害者吗 我等了一会他 没有回来 但是狗子也不发出声音了 然后我就继续睡觉了 等的有点无聊了 这一觉睡的 我感觉我飘起来了 感觉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感觉像在天堂 怎么回事啊 我这一觉睡的 睡到早上我醒过来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呀 他来了个女孩子哎 他说他脸上是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什么呀 还挺可爱的 他问我是不是人类 我能闻到 他能闻到我身上的 怪异气息吗 实际上是因为我昨天没洗澡 然后这个 阿卡诺也出来了 他说我有蛇的舌头 然后他靠近了我 如果你是人的话 那你就死了 你还没意识到吗 怎么了 OK 我也不是人 我就说啊 你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有点怪怪的 他头上还长着鸡脚 那这是一个真结局 他释放了你 他释放了我 怎么不是这个阿卡诺释放了我呀 看这个阿卡诺难道还可以管着他吗 就他实际上是阿卡诺的控制人那种 这个变态的男孩子 他可能也不是普通的人类啊 然后他后面这个女孩子 也许就是他说的三月份 他杀的那个女孩子让他没杀死 可能这个游戏他以后还会有后续吧 那如果有的话我就再继续更新 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